民进党的场子很热 而国民党呢 输人不输震 在周末夜也在台南举行了一场团结大会 但是现场却状况连连 像是马总统到场之前 有民众企图要冲上台陈勤 结果遭维安人员驾走 而国民党秘书长廖廖已在致辞的时候 在顶楼竟然有不明人士丢下两个鸡蛋壳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来一晚上在台南举行一场团结大会 国民党秘书长廖廖已上台致辞 却遭到不明人士丢鸡蛋 再看一次两个白颖从听而降 插点砸到人 主持人不满造闹场 炮火全开 国民党团结大会状况不止这一件 总统马英九到场前 红衣男子试图上台陈勤 遭到维安人员拦下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工作人员才刚带走这一位 没想到另一头 还有一位喝醉酒的阿贝 也想上台同样被驾离现场 尽管短暖三小时晚会接连发生三期小插曲 但来营人士依然炒乐现场气氛 大喊动算 希望选民不受影响 咱们就用李诗红 坦能报道 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